刘晓东 1963年生于辽宁金城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4年至今 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教 刘晓东的作品 直接描绘了当代社会人物 1990年 刘晓东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个展 由此他被认为 是中国新生代艺术家的代表人物 近年来 刘晓东的画作 在艺术市场上屡次创下天价 温床No.1 则以5712万元的成交价 创下了当时中国内地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 在自己的作品屡受市场追捧时 刘晓东以作品多米诺 清醒地表达了他对喧嚣的艺术市场的反思 近年来 刘晓东的作品 介入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三峡大移民 温床 青藏铁路等画作 描述了变迁剧烈的社会现实 他的画作被认为是 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 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 我63年出生 那么我能记得可能大概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有美术主 学校有美术班 画些P0P孔的漫画啊 这样把我招进去 到初中就学武术了 然后美术呢 基本上也带来拉拉拉也没怎么弄 也画 但是后来就是楼美第一届附中招生的时候 78年就开始招生 那时候报考没考上 那怎么一个学武功的去又去考画画 你这个爱好丰富 同时爱两行 反正是从民间出来的 民间人比较重视学一个手艺啊 哪怕学一个木匠都很好 那个时代你不学一本手艺 你就得上山下乡 或者是进工厂当工人 考大学的机会对一个小城镇很小 学一点偏门 你能考出去 所以你们父母从小就喜欢你画画 是 他觉得写画画比写武术更难钱 那也是 不是这个妄语被人打了怎么办 你们父母是工厂的普通的工人 特别朴实的那种老工人的样子 怎么就把你培养成一个 自己懂事了 我们家四个孩子 你是老几 我是最小的 最小的 那应该是在家里特别受宠 不要结果你还挺 是 虽然家里贫寒 但是中小的自我教官 自我教官 美院这个系统的评论家 特别爱你的东西 好像就是他们这个 是美院教育成功的一个标志似的 就李河于红是可以顺着 老师也喜欢你们自己 可能也跟你们的性格爱好 好像就特别一致的就成长起来 你当时怎么就 那么容易适应了美院的这样一个 就是教学的这种方法论呢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艺术家 有一个另外一个误解 就是以为艺术家非得 生活不那么寻回导具 必须把自己变成个疯子 或者是必须一个反潮流 或者是 见什么反什么的人是个艺术家 但我对艺术家不这么理解 所以我用我的行动 我觉得我这辈子 我就是 手艺人 不是手艺人 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人 拎个包上班的人 我不是一个你们认为的艺术家 我不会 远着你们认为的艺术家的方向 去搞自己变态 对我来说 要让我想象 我每天是一个拎子班上班的人 我绝不可以想象得太可怕了 这只是个比喻 也就是说 整个社会媒体 他对艺术家有一个期许 有一个 他觉得艺术家就是应该 挑皮捣蛋的 或者是什么 艺术家也愿意扮演这个角色 比如出来的艺术家都愿意说是 几乎都愿意说 在学院的时候 特意压抑 我太讨厌这个 其实 没那么严重吧 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的资源 你不要生长这个环境 想着另一个环境的路线 我觉得那样人家活拧 你既然命理安排你在这个环境里的生活 这环境一定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有它不一样的资源你可以吸收 至于成不成功是真的靠天 应该说整个的工作 你的创作 你的成功 你的臣民都对你来说 特别自然 就像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坎坷 很早就在美院美术馆做了一个个展 是吧 是 90年办个展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会一下就火了 主要是离这个 喜欢你的画的人都太近了 做个展的原因就是 当时我们 我在附中当老师 给个很窄的 两米宽 五六米长的一个小窄道 做画室 那画两年也会画了很多了 都没有地方展开看 自己想要摊开看一看 对 真想看看 然后 梦里全要的一个冲动 就要半战了 还是想出名吧 欲望比较强 可能大家都觉得你画得好 然后你也觉得 既然大家觉得我画得好 给你们表演表演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青春冲动吧 还是做艺术的人 人的本性的 有一种对名的一种渴望 当时没有策展人这个制度 黄赌 当时是美术杂志的 那个编辑 有一期 他要做 他就要上我一张画 我就特激动 然后他为了上这张画 他就请犯点写文章 所以等你这张画 印到杂志上的时候 你特激动 那时候好像 印一张画上杂志上 了不得的一个大事 那我觉得这个上杂志 再办沾栏 那多有 这两个事 多有成就感 所以就办了沾栏 是你从家里找的钱 对 回老家 跟我爸爸跟厂长谈一谈 厂长当时好像给了5000块钱 很多的钱 所以你父亲本来是工厂的工人 然后儿子要办展览 对 给钱这种事 你父亲都参与了 赞助一下 有没有印一本薄的书呢 没有 因为当时印书都是国家体制 都个人没有印书的权利 但你那个展览 当时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你就在那个时候 迅速就成了新生代的代表 我的展览是应该是 我们这部人最早办展览的 一般人的展览都是群展 时代很少办各展 连老艺术家都很少办 你觉得你成功 只是因为你先办各展 有这可能性吗 就是歪打正着 那听说陈丹青还特别喜欢你的画 你把他们这一代压过去 也没有 他喜欢的话 可能跟他的这种东西 有一个文脉在里面 比如我也比较喜欢生活流的东西 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可是也许丹青那时候 画的是西藏 我画的是完全是 就我们自己 可能一下就推进了一步 或者是视觉上拉近了一步 变得离个人越来越近 离个人近 还有离关心的这个 真实的生活 越来越具体 对 很多东西具体是感人的 90年代初的时候 我其实想的很简单 就是说 我平均一个月画完一张画 我大概身边有20个朋友 那么他们就够我画两年了 他们在介绍新的朋友来 我估计一辈子差不多了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绘画 最重要的就是把镜物 对待对象像 对待镜物一样 就是把它表达好就够了 一个画家 佩服另一个画家 经常就佩服那个几个笔触 几个色彩处理的 处理的真妙 他一下就真服了 绘画背后的主题 真的不是纯粹画家关心 我一直想做一个非常古典的画家 就是只是把几块灰画好 几个造型画 真的令本行首肯 但是后来我觉得 当代艺术突飞猛进 你就说媒体时代来了 也就是说各种声音 就是太 全部把绘画淹没 就是你绘画还想整了 你要被淹没 你画得再好变得没有意义 那我也在想办法 我觉得 你这个几个笔出 几个灰颜色画好之外 你能不能再画背后 还有一种东西吸引别人来看 那我就慢慢发展成 就是有一点社会性的内容在背后 我觉得 在绘画出于弱势的时代 的一个策略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也是年龄到了 很多时候考虑的问题 跟年轻时也不太一样 年轻时候 更多的是焦虑自己 年龄税大了 有时你会焦虑社会 焦虑环境 焦虑大的环境不好 你小的环境是做不好 你从九几年开始就 卖花卖得挺好的了 我当时觉得在美院 很早就看见你开车了 从吉普车开始吧 修了个工作室 在什么大洋房 对 那时候就感觉是美院的富豪了 就是赚的钱 就全部摔在这个工作室和车上 很早就过上了 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很折腾人的 盖了五六年才成功 很麻烦的 一点也不安居乐业 是吗 那等于自己当开发商的嘛 九一年盖 大概我九九五年才祝你 你是哪年第一次去纽约的 九三年 那我们就收到你 从美国寄回来的 很美丽的结婚 余虹穿了一个白色的旗袍 然后你跳得很高 待了一年 九三年 对 我就觉得你待了挺久的 对 将近一年 就待不住 是吗 我以为你们特别生活 后来单亲说 你既然来了 就多待一段 免得 我们脑子全是误解 因为对一个社会 确实时间短了 会都是误解 而且 你从小学艺术 美国艺术 对你的影响和打击 一直在你脑海里 你得站在那儿生活一段 你才能了解 这美国这个社会 它的艺术 是从什么样的社会里产生的 因为美国艺术的产生 跟它的社会 是非常自然 非常非常自然 产生那样的艺术 那我就很 很明白 中国这种社会 将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 有时候你隔开以后 你会看得 概括一点 或者你会 老在中国 做着美国梦 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里 创造的艺术样式 太像美国 因为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 世界观形成的年代 基本都是 受西方 现代主义 时潮影响的时代 那你 你可能最大的理想就是 还是在延续 它的西方的思想 也想做各种样式的 推进 你老想把自己 放在西方艺术家的行列里去 比如西方要出一本历史书 什么什么 当代艺术或者是 把自己就往哪一页去插吗 要插你那页 这比你娶一个媳妇 你还感觉到 那个激动 你甭指望你的东西 加入它的历史 它有它的历史 没想加进去 你有你的历史 这个时候真的世界 就是这样的变化 前两年好像到你工作室 一看你的画越画越大了 尺度也大起来了 演画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有名了 成功了 觉得大画才能填满你的思考 就是说我可能去外的画 去野外画 画得小 总感觉配不上这个景观 那你应该画更大 大一点 肯定跟那个景观 有直接的呼吸关系 是因为你在爱在自然里面去 有点像写生 有点像写生 但是我也想在绘画 这个所谓绘画语言上 能不能有一点推进 我如果在户外 画很小的 我觉得怎么画都逃不脱 印象派对你的影响 你要一个十米的画 你一口气是画不完的 因此你的画里 可能就产生了 很多时间在里面 就是画这个角的时候 是早晨 画那个角的时候 可能是傍晚 所以这样能不能形成 一个新的绘画 形成一个新的视觉经验 考验自己的事 对我也在考验自己试试 去青海写生 很大的画 然后画了多少年画 特别大尺度的 我一般大一点尺度 大概三小 然后青壮高原 还画过青壮高原 艺码图 就是交艺码的事情 还画过意大利 那个吃完了再说 意大利那边有一个 美食馆做展览 想请我去展品 那我说现场画挺开心的 我就想 这个意大利的社会 我们也不理解 不了解 那就跟古画挂点沟 就有一个噱头 那像 达芬奇画过最后晚餐 画了一个欢乐的晚餐 那是个宗教的一个场面 可是我的中国经验 老落实在实处 总以为最后晚餐 就是最后吃顿饭 你那样是写生的画 十几个人吃饭吗 写生的 十三个人 他们美食馆方面 组织了十三个意大利市民 天天坐那儿 他们吃我就画 他们吃我就画 画得特别轻松开心 对 就你那个手上 那个特别淋漓尽致的 那个劲儿是一样的 但是 那个画面的那个 轻松 那种不像 高兴的那个劲儿 不像你的画面 他就是吃忽视乱视的经验 你也不可能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意大利社会 去发表什么意见 我只是画一个图示 用一些意大利人的脸 画些中国痴的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录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去古巴也是 古巴送那展邀请我 你也在那儿去画的 古巴画的是什么 古巴我就画了一家人 一家人小伙子 和他的朋友在客厅 然后他的 爸爸妈妈和姐姐妹妹在厨房 然后中间的卧室 找了一个黑人女孩 裸体画了一张 这种行走式的绘画 有很多的危险在里面 弄不好弄得很油 很油滑 而且缺少深刻的体验 拿笔就画了 我觉得这都是他危险所在 但是我想能不能 通过这种方式 画显为夷 你就觉得 你跟当地人迅速建立一些联系 对我来讲 起码共同度过一段时间 然后你 通过那段时间 你真的体会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 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讲 是一生的营养 你不停地去体会别人的生活 这很重要 你确实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把你的手上的天才的绘画技术 拿来 就是陪着你去关心人群 关心不一样的生活 对我用这种 要我用什么方式 去跟我们在一起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能待得时间长点 因为后面还是要时间 不像拍照 你看贾章科那个电影 我当时是听说你的收藏家 收藏你的作品 然后你用这个钱 去资助贾章科拍三小好人 我也挺喜欢三小好人 那个电影我也看了 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所以 那这个相当于实际上 你是一个艺术家 在运作一件 觉得值得做的事 像是你投入了的 那么大一个社会背景 和那么多人的生活的变迁 肯定是很触动的 对 因为对我是 重庆人三小离我们近 所以我非常关注这个三小 我老觉得有了三小以后 气候都变了 是 那我当然是觉得 你们那样的东西 会让我很感动 你拿回钱了吗 没有 我起码没付钱 但是你是有你的作品 我活着也是活着 我又把这么大一个项目 做下来 人家愿意掏现金 支持这件事情 那么这张画给谁 给他 都无所谓的 然后他同时又支持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都干成了 运作的挺好的 对啊 都好这件事 你不就是 损失一张画的收入 画并没有损失 因为到他手以后 他会 传给别人 画一直在 你的画其实啊 你的画就有点像 90年代的地下导演 也跟你们一样子 爱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 画面老有一个 其实是有一种镜头感的 我觉得 有 会受 我觉得绘画 受电影的这种方面影响 都挺明显的 嗯 因为一个电影 比如我们看一个电影海报 你能感受到 它这个背后有故事 对 你的画也有那种感觉 有一种 就是形象和形象之间 人物和人物之间 有一种故事感 我相信 是绘画 不是那么枯燥 它会让你联想到一种 情绪啊 一种情感啊 怪怪的一种 说不清的东西 包括你爱关心的 这些人物群体 比如说 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的 什么东南亚的 这个 做过手术的什么 《纪旅》啊 什么这些 我觉得本来 我觉得你对这些什么 这些也很像是这种 第六代导演 张元王小帅 现在贾当科也跟你挺好的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 互相喜欢关心的问题 也会一块 聊得挺多的吗 其实我们在一起 很少聊艺术 很少 在一块 艺术也没什么好聊 不 我就是说 这一块就嫌扯淡 前扯淡出来 最后拍出来的 电影和画的画 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 也许吧 他可能都 都对今天的中国社会 大的背景 有一种表达的欲望 因为中国社会 的确变化太快 那么 来不及思考就过去 什么东西趋势里特别爱 像 这些好像表面上 离离比较远的人群吗 这个 也是 我觉得画 我画这些人很自在 首先 他们这些人 对艺术不了解 跟他们接触 你也 能去掉很多 艺术家的矫情 矫情 画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所以 也不会影响你 我这个画 他们就像画到自然一样 他们是中国的 最基数人数 最多的一群人 我从小就这种 环境里长大的 我可能比较了解 这么 这么一群人 有一段 大概 两千年前后 那时候我想改变自己 特别想画一些 中国有钱人 但坚持了几个月 我觉得坚持不下去 有钱人不太好理解的 不太好接触的 他 他成功以后 他还有很多 保护 他有很多 不愿意试人的东西 然后家庭生活 大概都一个样子 可是这些 大多数的现成的人 他生活非常 杂乱无章的 非常 非常 有意思 有趣 就是 你画完一些 有钱人以后 在生活以后 我就发生内心的 一种就像 就像想吃一种 那种菜式 就特别想回到 这群人里的 去画画 去做 去画画 回到这儿 感觉特别的 所以你画 这个普通的 平民 然后画这些民工 你有一种 在吃家乡菜的感觉 自由 自由 在一起 自由 前两年吧 有一次 我看什么 中文化报 那一期 我们俩同时 做了 都有 我们不是故意的 然后你在那儿 骂拍卖 结果 刚出来第二周 你就 你的三下 就卖了一个 两千万的高价 然后我就觉得 太好笑了 我就 我给你打电话了 说小冬 有你这么会 陪寸自己的吗 然后我说 我老老实实那一期 我们俩在谈一下 这个 那个艺术圈 商业画 是我们觉得 特别恶心的事 结果转身 下周 你就 我说 我也跟你做了陪寸 结果你说 你坚决说 你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谁知道 那块早就不属于我 你现在比如说 你也去兰会 说吃饭 看自己的画 那么贵 然后挂到这儿 怎么看呢 我在我自己画面前 都挺害羞的 是吗 那下次 我记得在我自己 工作室看自己的画 不害羞 我特享受 我的画挂在任何环境 我都不爱看 比如一个群展 或者我的个展 我都不好意思 在自己 那个展厅待着 或者 有时不得已 这样待着 是为了 为了聪明 就是 媒体来啊 访问 害羞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说一句话 它是掏心窝子的事 可是掏心窝子 给人家看 这是个矛盾 在里的艺术 创作和市场 都进入一个 大家都关注的一个 就是学术和市场 都是一个明星的时候 你内心又是 什么样的一个 驱动 让你去做了一个 多米洛这样一个 在蓝星窗 你在那 画画 画特好 然后说 我就不让你们买成 然后又把它涂了 这个作品 你在反什么呢 恨什么呢 出发点非常具体 就是 新北京画廊找我想做歌展 都是朋友 但是我不答应也不好 那我画什么 我得想 不憋自己呗 那个时候正好 也市场最好的时候 那是整个 所有的媒体 都盯着市场 我说这个时候 再办展览 等于抢钱一样 人家都愿望 你是空里闸钱 人家来得太容易 没意思 我说咱们画 就得毁了 那你坦率地说 你画了 然后毁了 之后你又没有 给那个画廊东西卖了 没有 真没有 我很抱歉 当时混乱的市场 混乱的媒体 肯定大家也在想 可能这个也是 成功的刘晓东 另外一种 宣传自己的方式 也不是 你们这么理解 炒作和宣传 你太看不起艺术家 艺术家玩的就是范 要牛逼 用什么动作牛逼 真的 这个 这是要 真的要 摆在桌面说的 你不能 艺术家他妈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的 艺术家 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都是最牛逼的人 很多人都是 我现在投资 哪个艺术家 不是 艺术家一个本人 是反应 我觉得 就是他说 什么地方 都在凑热闹的时候 艺术家如果不站起来反对 他就不牛逼 艺术家的反潮流的性格 不见得体现在 生活的轨迹上 他体现在对一些事情做 有些事情不做 就是那时候 拿个插笔纸 都可以卖钱的时候 卖多少钱 你心里都觉得不够多 我是 2007年的时候 就是全世界艺术市场 最好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在做一个 可以卖的展览 我觉得是一个羞耻 首先考虑就是 玩一把 社会有这个心理 觉得你做什么都在炒作 对 我就觉得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事 觉得大家还挺真诚的 但是市场一起来 全盘的 大家被涂抹成一样的东西 艺术是个挺较劲的事情 那发展到今天 他好多 很多艺术家 其实来做着一种 反商业的艺术 他希望他的艺术 不能够买卖 比如行为艺术 或者是很多 不能呈现的艺术 但是商业太恐怖了 你越不能买卖 他更大的商业 越笼罩着你 其实好多艺术家 出发点是为了 反抗这个体制 反抗商业体制 或者是一种 禁锢的社会 惯有的东西 但是也可以说是 互相借励 因为你要是商业上不成功 你画不了那么大的画 你没有机会去 支持贾张科 的这个三峡项目 你也不可能说 今天想要去古巴画画 或者明天去意大利 赶上了中国艺术家 能赶上的最好世界 因为有时候正面看商业 我就说方才因为 说到这个多米诺的问题 我觉得好多时候 其实是一种本能的抵抗 你现在还锻炼生 还做武术啊 什么练武功啊 这些吗 不做 很早就不做了 练武功完全为了娶媳妇 媳妇娶到家了 就不终再做 为什么呢 练武功 好像你有能力保护她 能娶到了 你还练她干嘛 那余宏是当时 美院大家都最关注的 又有才又美丽 然后又善良又大方 你一个东北的小城市来的 怎么就有勇气感去追这个 大家都想追的女孩呢 欲望的 所以你是一个欲望 超过其他人的人 所以你的成功也超过了 正常的画家 不敢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我是挺有欲望的 对事业 对金钱 对美女 都有占有欲 我有这个欲望 对更成功的人 也充满着嫉妒 嫉妒也是欲望带来的 那有的人天生就不嫉妒别人 那我知道我也嫉妒别人 然后又有欲望群人 占有什么东西 都是很强烈的 所以这个真是 很少人敢承认自己 嫉妒 因为你这么成功了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 你现在是 有更成功的人 所以你就嫉妒 你现在比如说 社会上哪些人 哪些行业 哪些人 你会有嫉妒的感觉 有本事的人太多了 所以你也会嫉妒别人的才华 嫉妒别人的机会 然后你再不停地问头干 所以一个顺利的人 并不是说他内心也很顺利 他也会很纠结 这里想更成功 然后后来还会 所以一直到成功到很无耻的地步 自己都不觉得 对啊 你前年 去年还是前年 你的画在硕士比 一拍拍卖五千多万 一拍拍卖六千多万 那些画你当时画的时候 你只是对着风景想要画 跟那个风景更吻合的 空间更丰富的作品 还是你也想到之后会成功 没有 这都是商业远远超出人的想象 所以好多人说 今天的精英都在商界 他们的想象力真的 对别人强 就是他们胆大 敢干 但商界的人看到你一张画 可以卖五六千万 那人家也会嫉妒你 那也是他们买的 他们敢画这些钱 对吧 最近在画什么呀 我刚刚完成的也是这个小镇 就是一个 甘肃 天水边上的一个小镇 画的 就是日常生活的 因为那个小镇 既有穆斯林 既有基督徒 他们都生活在很近的地方 我觉得 你去表现的问题 人群 越来越有社会性 越来越好像是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在关心 人的信仰啊 就是空虚啊 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的区别 你看 因为我闲嘛 因为我顺利嘛 所以就想一些闲事 你想是不是太顺的人 不会觉得绝望 不会觉得生活 无聊 我也不愿意把无聊那面告诉你们 还是要 真的 不是 还是给人家点快乐好 你还是应该是个乐观的人吧 我应该是一个悲观的一个人吧 就是 我觉得悲观的人 有一个找乐子的机会 就是生活遇到任何 任何事情 我都愿意从幽默角度去体会它 因为我悲观 因为我很珍惜这种幽默和 珍惜这种乐观的时候 感谢可以吗 sitä 说应该是一种 那wię处 啦 SEÑJ 啥 是 芙 鬼 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